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是场地的问题 国安市占有明显的优势 以往的这脚打门 没有打上步 这儿传得非常好 这个球最近有一个身体好像用手臂推了一下 这个球是马您看到的 这是一拱一肘 谢谢大家 站住 这一扣可能有点耽误事 好玩啊 这个球达威这一下 出这种有效的配合 非常比赛打的确实很有危险 国安这段时间局防守坏了 一定要盯住危险了 终于阿默德试了多次 最后还是依靠着这样一个防线的失误 坐 就是这个球 朗征 出去的位置 他应该是盯人 当时是看着球了 朗征这一下没有处理好 张希哲在左路 声望切 又缠到 给到好球 进了吗 哎呀 这下很拼 可以看一下 球给的很有穿透力 这一下是队友 自己的队友 撞了一条 朴忠祐好像是 是江志鹏 那么中场的过度 对 哈勒在前场确实能力很强 打门了 有机会给的很好 张成洞 哎呀 这脚发力有点太狠了 但是张希哲给张成洞这一脚给的非常清醒 这下应该是打到头上了吗 这还是刚才那下 可能还是不行 可能刚才江志鹏撞这一下 脑子有点昏 有点懵 嗯 现在应该昏昏沉沉的感觉 哦 左路 卢林的速度 给东方别坏了 一次成功的反击 对方的推进速度很快 将宁进球了 对方的速度推进很快 咱们可以看一下 整体 只有一个赵侯镜在后面 马力气在补 这个球给的非常好 而且从传球的分量和传球的角度 因为这一点就没人盯 对 稍微的有些夸张 哦 鞋钉还是踩到脸 哦 这个球多少 肯定踩到脸 这一下是 有一个厚灯啊 银龙有一个厚灯 可是整体上 国安可能有整体 但是别忘了 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人力的主场 对 而且千几人力旅游在 人力比较随意的情况下 有机会 进了 好球 是谁啊 何大成吗 这个球是何大成 第二场替补登场 做的非常好 这次显得 一个写线啊 这一下何大成的和队友之间的一个传跑的时机 传跑的时机抓的很好 赵和静的传球 赵和静这个位置有点 台平布阵 好像真是你来我往打对方 但是真正的好像是把自己调的很低 面射 哇 这个球 杨志一点反应都没有 没有 这个球不应该啊 杨志是被队友谎了呢 还是对方太突然 看一下 拿球 自己往里带 走 打这个 反角 变像 变像 变像了 朗针 李律 打了 点球 取得没击 直接打的正中间 你看这个球一点角度都没有 他之前也不太有其他的作息 可能有点紧张 好 这一部分 一部分 这部分 中间 两部分 没有 那 有点